過去的話光電技術 促成了資金化社會的完成 那接下來的是生態化的社會 生態化社會其實就是綠能社會 那也需要靠光電的技術來完成 光電協進會一大 在2012年台灣太陽光電展當中 為了配合經濟部能源局 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 鼓勵住家屋頂安裝太陽能板 在太陽光電系統專區 邀請能源局、雲林縣政府、台南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零東縣政府等 共同設立陽光城市形象館 各方產業單位也踴躍地出席 如綠能所、核研所、紡織所等 教育部能源國家型計畫 已設立太陽光電資源中心 與創意競賽成果展展區 展示得獎學校的太陽光電相關作品 此外在2012PV產業國際研討會 特別邀請知名大廠盧茂迪、新日光、 江西塞維、MEMC、華新電通、茂新能源 有成精密等共襄盛舉 而首度舉辦Solar City Farm 則邀請能源局及地方政府 探討太陽光電系統結合 濃郁畜募方案 陽光屋頂、洋水重電、太陽光電電廠融資與保險等 重點議題 為期三天的太陽光電展中 有來自於國內重要的廠商 如喜通科技、金巨達、股權電子、昌和 和西亞馬台灣等廠商共同參與這一次的展會 許多的廠商除了展示以及推廣主力的產品之外 並配合今年的議題 發表最新產品以及研發的成果 其中展覽的重點特色 則是廠商展示了次世代技術 染料敏化太陽電池的研發成果 國際買主共有來自美、日、韓、德等10多國 近50位買主來台採購 此外深圳市太陽能學會 深圳市新能源行業協會 大陸南波集團也率團來台採購太陽能板 太陽光電展是台灣一年一度的光電盛世 除了矽精、薄膜以及聚光型太陽能等廠商 展現了最新的技術之外 更提供了完整的材料 零組件、設備、檢測等解決方案 為全球的太陽能產業創造更多商機 威園市配續開通發展 稍聞稿太陽能